9.3军人集的前夕 今天晚上我们要带各位回到55年前 那一场惊天地气鬼神的疯狂炮战 试着想象在金门这一座小岛上面 土地上每一寸几乎都被炸翻了好几回 全世界都以为这一座小岛完蛋了 但是没有想到岛上的这一群军人 硬是在地底下的坑道 撑过了足足三个礼拜 终于叛到了救兵 就是这一门重达45吨 射程超过16公里 可以直接从金门打到对岸下门去的八寸流炮 我们当然都知道 就在八寸流炮加入战事之后 金门以炮制炮扭转了整个战局 但是我们并不晓得 当年要把这个大家伙 从澎湖运到的金门 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第一次的任务运炮 舰艇遭到了中共炮火集成 之后在美军护航之下 改用大船换小船 分批去抢摊 配合廖罗湾 按向所有官士兵 在炮火之下 用自己的肉身去抢摊 才把八寸炮给运上了岸 当年在廖罗湾战况之惨烈 有人把它比作是台湾的诺曼帝 今晚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首先解开这一段当年的机密档案 它的行动代号就叫做轰雷计划 我们2060年 一个冰淇淋 要抢干要去抢 抢半年运输上来 那种是官兵不是满命的 一个年七十几个兵 死了一半头 一路从对岸被打到金门 接住小岛的兄弟 有一半被活活炸死在滩头 连长哭了三天三夜 那个拿了个手去捡 那个死死的骨 肉一块一块的 冰淇淋的连长 哭了三天三夜 是不是要吃饭 难过 让我老兵都赶紧好 55年后的我们 大概很难想象 画面上这一片平静的海滩 在823战火当中 有多少被炸到四散的躯体 战事的惨烈 让我们给它一个代名词 就把金门的廖罗湾称作是 台湾的诺曼地 在这个不远处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地方 就是廖罗商港 而我们现在在的地方 是在廖罗湾当中 离商港不远处的星头海滩 海滩旁边 当时像绑补给船的 这些基石都还在 看得出来这里是 当时抢滩相当重要的据点 抢滩的情况有多激烈 我们用一个形容 说它是台湾的诺曼地 也不为果 823炮战开打的前两周 金门因为缺少重炮缓击 不止一路挨打 更怕的是孤岛 弹尽两局 在武汉 他五分钟打一番炮弹 我一个班带一个兵 带了四个兵去 在那藏了个书 他书一夸 一二三一个肯定要上去去投 投了 赶快报 说来不应报 炮弹来了 炮弹不应该去 那不就没办法 有名有名 有滚头 没东西或起火 没有的时候 那个百姓的猫 那个家猫跑出来 就整群去把他围捕起来 就把那只猫杀来吃 吃了就跟我爸说 你要吃吗 你怎么不吃春汤 就剩下汤而已 我爸还是不吃 因为他就看到那个 就想到家里的小孩子 所以他一吃不下去 看到猫的头 想到了子女 父亲最终不敢吃下那锅猫肉 显见物资有多缺乏 运步车不停穿梭 我开车前车都打破了 前车都打一个洞 后面打一个洞 后面打一个洞 还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光知道开车 大家又跑他下 他整天吊在你后心拿掉 你也不知道 那一阵时间要运的东西太多了 你我们回打的能力很差 我去打像下雨一样 像下雨一样 我也被震昏了 炸了以后呢 那么我的眼睛也受回影响 我是因为那个眼睛的原因 才退伍他 从里面打这个煤炭 给这个杨灰 哇 然后他砍 甚至都破皮啊 面粉啊 米啊 用空投的嘛 那他说看到那些打到的 掉下去的 好 那飞机这样冒用 心里其实是很疼 因为又有一些空军 为此而牺牲生命 陆军被困在岛上 空军运捕 目标又太过于邪怒 常常损兵折驾 海军是牵动存亡的 一线希望 为了突破共军封锁金门海域 阻断运捕 1958年9月7号 左营海军军港内 实任海军副总司令的 李宇席将军 正在秘密进行一项 特殊的任务 行动代行 闪电计划 我祖父当时是副总司令 兼六二舰队的司令 所以当时海军运送补给 有这个闪电计划 闪电计划第一题次 动用了美瓶美松舰 运捕279顿的军用品 和124名的官士兵 9月7号上午11点钟 就等舱门一团 五分钟的危险 当你这个 你输入以后 你打开了以后 对车子外走 那这个时候 它抛台一台一台就完蛋了 刚上去的时候 就是还 抢餐还蛮顺利的 但是换年多久 大概就开始炮击了 妙餐萌就是大概提醒我祖父 赶快寻找掩护 然后他们那时候还 在匍匐前进找到一块很大的石头 隔天9月8号 闪电计划第二题次 共军开始对廖罗湾抬开炮击 运不见美乐号遭到集成 舰上的官士兵91个人 随见葬身大 所以他有讲到说 岛上的海军官兵的士气 是很重要的 就是看到副总司令 这个亲自领军 在副总司令亲自带队抢谈之下 闪电计划一共执行了七次 到9月17号结束 李明柔回忆 任务成功之后 祖父立刻赶回台北 向蒋总统报告 祖母赶到了机场接机 看见先生带回的是那一身 海里来得上 就是说根本整个过程 连衣服都没有换 所以你看得出他的 金门的那些沙子 其实都还在 所以然后那个裤管 根本都是完全是轻泡的 所以大概那个以后 我祖母坚决反对 我父亲去考海军观赏 但是后来这个若干年后 中央电影公司拍摄 823炮战 那个我想可能他 那个小小地原了一下 他当海军的梦 因为他去饰演我祖父 希望你的轰雷计划 跟闪电计划同样成功 李明柔的父亲 李昌毅 他所饰演自己 不经黎玉玺的桥段 就是在闪电计划 成功结束之后的隔天 9月18号 另外一项 更攸关这场 炮战存亡的秘密计划 紧接着登场 9月18号之前 在海军左营营区的指挥部 也就是如今这座 四凯一家的餐厅内 海美将领们 正在计划运输一项 扭转炮战态势的 超级设备到金门 闪电之后便是要打雷了 行动代号 轰雷计划 轰雷计划就是要从澎湖 命运八寸流炮到金门 以炮制炮 发出轰轰剧 八寸炮 炮口大约20公分 要把这门大炮 飘扬过海运到了金门 最初是以中型登陆舰 LSM来运送 结果目标太大 遭到对岸炮击击沉 我们向老美借了 这个登陆舰船物 因为它船大嘛 它钻到炮很多嘛 然后登陆艇再靠过去 这炮就开上来了嘛 钻到这个登陆艇 于是换成了先以 美军超大型船物舰LSD 装载了三艘较小的登陆艇 LCU 每一艘的LCU内 各装运一门八寸自走炮 和两辆装满炮弹的 两栖运输车LVT 趁着午夜时分 开到了廖罗湾的外面 这个船本身大概有四千多 它里面就等于说是一个球场一样 一打开门打开 里面全部可以车子开进去 炮管开进去 开进去 二三十辆 开好了门一关就走了 以大船再小船 以小船再八寸炮 分段分批了抢炭 想把炮运到金门 它的航程就短了嘛 对不对 这条船物啊 它船物可以开得很近很近 然后你去抢炭嘛 所以它有一个美剑不打 美剑不打蒋箭打 美剑不打蒋箭打 是9月8号闪电计划实施之后 毛泽东宣布了原则 在开到廖罗湾外海之后 国军登陆艇开出了美军的船物舰 在距离大约4.57公里的海面上 共军开始展开了炮起 非常的困难 有的时候抢汤时间不对了 这个潮水退了 我们船还在岸场 被人家打得稀里哗啦 也有过这种机 这是当年某次运炮任务当中 在廖罗湾运送炮上岸的珍贵照片 在官方的资料中 轰雷计划第一提示出奇的顺利 只花了2分28秒就完成 从这张照片看来 那一年的廖罗湾是那么的平静 最后班的人也是勇敢得很 炮在上面打 在炮弹之下打了第二次 打死了活该啊 汉台绑冬的大部分就是补兵 对那个密码灯 那个炮弹来没有 那个S你不敢死 那个他没有燕尽的 碰到你就倒霉 照片看不到的是 在那就算顺利的2分28秒之外 其他时间 其他日期里 轰隆隆的廖罗湾 那么他们晚上 晚上的时候 他就要去剪 他一直脚 一直手 又什么什么 就这样子剪一剪 你都不知道那是谁 所以他们讲说 剪不过 这支柴是谁的 他说 我哪知道的 那又没什么了 他说 对啊 那以后他们就自己 再自己手脚 写他们的军码 还是写姓名 他说 万一被炸到 才知道这是我的一部分 除了闪电和轰雷计划 国军还执行过 红运计划 长风计划 流星计划等多次的任务 每个计划名称不同 但核心都是两个字 运补 而每一次的运补就表示 又有人粉身碎骨 血染在这一片 台湾的莫满地 扭转整个823炮战的关键武器 巴顺的流炮 就在9月26号这一天 朝着对岸 发出了第一枚的炮弹 我方的炮兵指挥官曹杰 他用望远镜观测 发现对岸的围头阵地的炮阵地 救護车来回的穿梭 被炸得跟金门一样 横石片野 这威力惊人道的共军一度怀疑 国军是不是发射了原子弹呢 而根据美国人在2008年 所解密的一份档案当中显示 美军当时的确曾经考虑 要从琉球或者是菲律宾 对厦门投掷原子弹 不过最后都遭到了否决 去年12月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父的老家 四川大县 因为它根本就像苗栗那样子 但是可能好像那个山更多 更崎岖你知道吗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天啊 这边怎么会出一个海军总司令呢 完全不靠海的四川 造就了一个海军总司令 李明柔直到祖父过世 才有机会踏上祖父的出生地 勋章大概也很多 摆了两大框 对那个时候我就会想说 哇 这些勋章都是为什么而来的 其实他从来也没有讲过 在记忆里 祖父李玉玺很少提到当年有 亲口说过的历史不多 倒是有一种精神 是引以为傲的 陆军有黄埔精神 那么空军抗战的时候 有剑桥精神 海军也就是在 从古临头大战 一直到823炮战 有建立了所谓这个台海精神 海军的台海精神 建立在823炮战前后的多场海战胜利 也建立在多次成功的运步上 其中运送8寸炮到 金门的轰雷计划当中 第一提次便在 共军的炮火之下 成功地抢弹 运送了三门8寸炮上岸 大概一个多礼拜嘛 因为美国从牛村 那边用过来的 八英寸20栋 曾经在岸上 搬运8寸炮的董伯伯他回忆 他记得在炮战之后的一周左右 就有8寸炮从琉球运来金门 不过我们查询官方的资料显示 8寸炮正式运到金门 是在炮战过后的三周 9月18号 轰雷计划执行时 当时美军确实从琉球 将8寸炮先运到了左营 再运到澎湖 之后再到金门 历史的细节 我们呈现两种版本 无关对错 因为在历史里 每个人都只能够凭屑记忆 回想自己亲身参与的部分 而后来的我们 也只是在这些片段当中 尽量拼凑而已 至少确定的是 8寸炮确实运到金门 但为了要到 这个一名金元的武器 我们从炮战开打前三年 就开始向美军卧选 时任国防部长余大为 还曾经亲自飞到了美国 交涉了三个多月 美军始终不肯点头 美国人他也限制我们 他可以给我们20多 他可以给原子弹的炮 他不给嘛 对不对 苏联也不好惹的嘛 就等于说他们两家 叫我们在里边做戏 炮战爆发之前 1955年11月4号 余大为曾经带着一片 对岸炮击金门的碎片 给美军的专家鉴定 确定是遏制的152公里炮弹 而能够压制他的 唯有射程18000码 大约是16.4公里的 8寸重炮 但美方当时认为 应该要弃手金马 不愿协助 要拿过去给他看 对方要打过来 12寸的 给我们12寸的 16寸过来才给16寸 那个时候他如果打24寸的 我们就要24寸的 8寸炮近期运来 余大为诉报总统蒋介石 蒋介石说他要亲户澎湖都运 下令停止中外媒体到金门 运炮的计划 视为是最高机密 画面里面 那是绝对提密 所以连军文社都没拍到 再过10天 9月15号 蒋经国奉命前往金门 司令官胡莲和美军 到这一刻才知道 8寸炮要运来 开始在廖罗湾 构筑工事 攻营巨炮 陆军派一个营 两个营军 作业 扑入 那个有沙地 有个重炮 上来包上来 9月17号 出发的前一天 蒋介石召见王道义中卫 等三位合字号 登陆运输艇的艇长 蒋介石说 这是你们今生最光荣的任务 艇长回话 除非人死建成 否则 炮一定上岸 隔天 9月18号 在台美舰艇的护航之下 轰雷计划正式的执行 从澎湖马公港出发 第一梯次 先密运三门的八寸炮 午夜时分趁着黑夜 箭上 按上 就等舱门一开 铝带一碰到那个沙 沙 没有办法 我们就准备了 跟铝带 大概比铝带还再宽一点的 那个铁丝网 从水边一直铺 铺到我们的 它那个炮的家 隔天 19号 第一批八寸炮运到了阵地 其他炮也在航向经营 官方的数据指出 空雷计划一共执行了三个提次 到9月26号结束 运了6到8门的八寸炮伤 同一天9月26号 也是扭转炮弹态势的大日子 牺牲在滩头的躯体 值不值得 就看这一天了 9月26号 第一发的八寸炮弹 朝金门偏东北方的围头发射 指挥官曹姐 从观测站望去 围头炮阵地 被炸得和金门一样 横尸片死 他可以把35公分 就是这样一英尺的 碉堡可以打船 你这里打船 你死了 我也死了 为什么被震着 那个空气 也被震着 所以那个时候 在厦门就在船 就给老家那边 用的是原子炮 威力之大 有一说是曾让共军 以为是发射了原子弹 关于823炮战当中 国军究竟有没有发射 原子弹的传闻很多 来听听亲身参战 董伯伯 他是这样说的 董伯伯回忆 当年他曾听闻 炮战后的9月中下旬 国军曾经发射了一枚 原子弹头大小的炮弹 只是他装的不是原子弹药 而是一般的火药 那后真的有原子弹吗 弹头 弹头 原子弹什么 有原子弹头 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不给老妹知道 原子弹头是他管的 可是战复 就是我们人战的 结果特立法区区 大陆交了 你拿原子弹拿我们 没有 我们不是人 2008年 美国智库档案馆解密的文件当中显示 美军确实考虑过 从菲律宾或者是琉球 对厦门投掷原子弹 但最后被否决 1958年9月22号 对岸官媒 人民日报也曾经刊文警告 如果美军使用原子弹 共军会以牙还牙的 国防部当然否认原子弹之说 但可以确定的是 有了八寸炮 机门不再挨打 扭转了战址 那一大一个都为了 停火了 停火十天嘛 对 停火十天不大 那时候跑到这进来 哦 当初是老二大老大 现在我们真的老大来了 怎么 我们老大就可以去吃他老二 吃定了吗 用上万的牺牲赌赢了一场战争 也有学者批评 应该要弃手金了 因为美军协防本来就只限台鹏 不包含金马 美方根本不认同没有金马 哪有台鹏的战略 而这句教科书的价值观 55年之后 一对来自台湾的魔女踏上的金门 要找回父亲 阿公参战的演义 对历史的诠释 不如自己亲眼为辟 随着大胆岛 二胆岛的即将开放观光 金门可以说已经完完全全 褪去了战地的色彩 还曾几何时 你可以想象吗 有十万大军 驻守在这座小岛上面 他们在准备一场 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的战争 命运捉弄下的那一代人 被迫和亲人分离 他们忍受的是人心上面 极度地扭曲 只为了一个神圣的使命 反攻大陆 解救大陆同胞 而直到过了几十年之后 才恍然大悟 原来那不过就是一句口号罢 但却是活在那个时代人 他们唯一的生存信仰 在金门 我们用肉眼就可以直接看到 对岸的厦门 看到大大的红字写着 解放台湾 当年823炮战爆发之后 单打双不打的日子 竟然维持了整整20年 金门人躲炮弹 已经是他们生活当中的 类型公社 在空中除了炮弹 你来我往之外 在海里头 也有双方派出的水轨 无坦虚实 我们的海龙挖兵 早年就叫做成功队 因为这出去必定要成功 否则就回不来 他们深海水性 能够一口气 有个好几千公尺 游到对岸去 任务包括有 护送我方的情报员 或者是摸上 对方的军营的哨点 悄悄地杀掉一个人 制造对方部队的恐慌 传说早期的 成功队的节眷测验 是要游到对岸去 带回解放军的 一只耳朵 或者是一个眼睛 才能够顺利地解讯 对我们海龙外兵来讲 廖楼湾就是我们的游池 我们的第一堂课就是 教官就告诉我们 请你尊重就被大海 不要在这边开玩笑 你有可能从这边出发 游到对面去 然后再游过来 在民国六十几年 七十几年的时候 全部都是陆总部来选兵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除非这个部队不要你 你没有离开的权益 拳头重重打下 看看身体结不结实 因为眼前这片大海 容不下轻挑 传说中鲜明渡海来台 十区六死三流一回 狂风二浪之中 多少船只在这里翻覆 多少人不幸葬身大海 但这群海龙蛙兵 却要用双手双脚横渡海峡 三 二 跑 独到你一起动作 预备 起来 我想要进成功队 上 停 独到小明北 这个地方可是一样往夜闷口 打断转 你都不喜欢硬术转你去了 海龙蛙兵乃至于对方的水鬼 都是战术部队 恫吓敌人 让对方造成心理压力 比如说一个连队 正常编织120个人 你今天战哨的时候少了两个 明天战哨的时候少了两个 那个不只是人数的减少 会造成部队的恐慌 海龙蛙兵是一支 极特殊的特种部队 全名中华民国陆军腰动腰 两棲侦察队 最早叫成功队 队员们都称为水鬼 国共对峙期间 你攻不下我 我也打不赢你 隔着黑水沟相互较劲 我们必须要游泳过去 趁着天黑游泳过去 完成我们的任务 在早期的时候 尤其是成功队的时代 是你过来摸我一个脸 我就想办法过去摸你一个脸 就是互相校正 蛙兵们要像水鬼一样 潜入最深的海里 游个六公里 然后悄悄摸上岸 深入敌营制造伤亡 散布恐怖的种子 再游回来 因为我们受的是杀人训练 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暗杀 当年的节训 最早的时候是呆客人头回来 给对方的部队造成心理的压力 也就是去偷偷地杀了几个人 带了耳朵回来 那两岸的蛙人都有在做这种事情 明明来之后 我们就每天是沙满推延 把大陆那个地点的模型做起来 做好了时候推延 这个人怎么进去 怎么进去 推延好了之后 选时间 选时间 到那个地方 用从金门过去嘛 算潮水 体能是最基本的要求 你必须要能跑 能游 还要有暗杀的技术 静悄悄地完成你的任务 然后静悄悄地回来 这些任务的特殊性是在于 你是实战 训练你的体能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训练你的耐心 你的意志力 不可能一到对岸 看到一个人 你就杀了他就回来 你的水性要很好 你要能够经得起 长时间的挨饿 你要躲在礁石里面 你要等到最后的时机 在压的过程中 你会 这边大腿内侧的 微血管会破裂 像我自己当年进来的时候 筋非常硬 到最后是五个人 一次抱就压 然后两边拳台 大概两天 两天你大腿内侧都合不起来 头顶在冒汗 脚尖在发抖 痛到大腿内侧 两条脚筋紧绷到 好像下一秒钟就要爆裂 用身体上的痛苦 把自己逼到临界点 逼近意志力崩溃的边缘 早上一大早先去跑万民 那你不能落队 落队回来就没有早餐吃了 部队是不会等人的 活由路上滚 活由路上爬 你的皮啊 你的肩膀啊 我们的规定是 不管你受什么伤 你在当下不可以处理 在路上跑回来之后 部队解散之后才可以互相 把身上的磁青 丁麦嘎 一块一块连着皮这样拿下来 现在我自己 全部都是班了 好 抬起来 你很累吗 没有 没有很好 那就把动作做标准来 赶快 对 伸到脚步了 你怎么又起来了 来 下去 拉起来 拉起来 我们那时候受指示 每天跑步 每天跑步 每天跑沙滩 你的脚底的皮越来越厚 你没有打字脚 可是到后来脚底皮厚了 教官换训练什么 你体训的时候 大家跪着 爬着 你的背后顶着橡胶挺 然后膝盖着地 在沙滴上跪着前进 那个沙滩啊 烫到啊 你的膝盖啊 爬 爬 爬 然后一块皮就这样掀起来 然后你不会痛 因为那块表皮都熟了 动作慢慢吞吞了 所有人泡水离开 怎么说会痛 你已经全身都是沙子了 泡水离开 前滚帆入水 后滚帆上岸 当你身上伤口泡到咸咸的海水 料理外的水真的有够咸 受训的第一天 所有人就变烫猪皮一样 所有人都像虾子红通通的 三天没有办法睡觉 因为你除了穿红短裤的地方 连头皮都晒伤 晚上只要你翻身就 啊 好 好 抬头体跟说小梦 胸壮 多刀 多枪 挖钞 琴拿 以一个合理的角度去看 是完全不能到的 你必须要能够承受着你身上的痛苦 想要完成任务 先要有本事保住自己一条命 老学长的传说是学弟们 每天反复咀嚼的精神教材 那个时候不怕死啊 那都是骗人的 明天也说任务 哎 去任务 抓一个回来 因为知道你们这个上岸了 就人家卫兵在拿了枪就问 把那枪就打 老学长把所有袋拿去 撂进去 又回公府 哇 整个大灯到这个天哪 七个人 超都是七个人 只回来两个 因为你的任务 不是去牺牲你的生命的 你要完成你的任务回来 那当你完成任务的时候 你很有可能会被对方发现 在身体 心里充满痛苦的时候 还能够坚持地回到金门 下水 干什么 我们在冬天受训的时候 因为温度非常的低 那你也没有任何保暖的设备 我们在两个小时 大概五公里的测验里面呢 你只有一次的机会 你受不了 你抽筋 你半昏迷了 就会旁边的接护的船 会把你拉上岸 五分钟的时间 你就必须要再被丢下去 潮叉大概两层楼吧 意思就是你旁边有一个人 跟你一起游嘛 你看他的时候 他大概在两层楼高的地方 看着他 然后等一下就换他 现在在下面 天气太冷了 他失温失去意识的状况之下 换气 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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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上来 一把把他拉上来 哎 哎 哎 花狗教官我睡着了 被烈日晒到脱水 在寒冬里失温 全身被海水泡到无力 双腿抽筋 当体力已经贪软 不听食患 只能靠意志力 拉开汗死亡之间的距离 基本上所有的部队 你退伍之后不管几年 你都找得到你的同伴 当年的老班长 他看了照片 他其实是很敢看的 他指的那个照片 他 他点他自己 先把他自己指出来 然后他再指的另外一个人 这是谁谁谁 他说其他人都不在 这些辛苦是你必须要承受的 今天教官对你仁慈 以后敌人会对你残忍 当你跑不动了 当你受不了了 当你被敌人抓到了 你就会怪教官当年 为什么不再对你严格一点 你出任务的时候 你会不会受伤 受伤以后你要不要回家 你要 所以现在的伤 你还挺得住 你有伙伴在那边看着你 请你撑下去 你除了要锻炼你的身体之外 其实更重要的是 磨炼你的心机 你的心里如果受得了 你的身体就会撑下去 哈龙蛙兵他们神出鬼没 在暗夜里头出发 这一游出去 有可能是永远游不回来了 有可能被活出当成俘虏 也有可能还没游上岸 就被对方的机关枪扫射 城市大海 能够幸运游回来的人 不见得会过得比较好 他们还必须接受 自己政府的忠诚考核 证明自己 没有遭到解放军的洗脑渗透 进门是战事的最前线 而我们是赶死队 是精英中的精英 在前线中的前线 宋玉昌 宋伯伯 就是精英中的精英 他的手指上带着老蒋总统 亲自颁发的国军英雄界 茶几上一个个青天白日中勋奖章 整齐列队 这幅全真黑白照片里 尽管附上了博尘 却盖不住一身戎马光滑四射 那一年他才二十出头 穿着壁挺的军装 昂首站在中山堂前 和近百位国军英雄 将官们合影 围局镇中央的 就是前流通蒋介石 而这一次出战路到对岸摩哨 宋玉昌才十八岁 那一夜月黑风高 宋玉昌和锦铭队友 先搭小艇从金门北岸出发 中线附近下船 在游了好几千公尺摸上厦门的小渔村 宋玉昌感觉自己的心跳声 比海浪拍打枪石的声音还要响亮 上去的人还不敢通往 村里最少有三个人保障 三个人上去 你说牛个人 你说你从上去的话 从本人看 人马上开车 你不要抓着 全民的天亮得活掉 正在人看到的时候 我们都爬地爬了 不敢走路 走路人搞啊 他自然打到啊 这个只要让海里爬了 冒着被活歹的危险 宋玉昌还是拍下几张关键照片 刺探敌情 又一次 茫茫大雾刚好遮住了解放军的视线 小艇可以靠近池原 他做了惊人之举 我让他扛 他扛过一个新的那个 logo 回来 那个电信杆 你扛一个电灯赶回来 其实他一根没用 而不是刚换了是干什么 拿完了以后 坐了一堆码头 10年以后 我去一看 你怎么骂这个东西 小艇你这个拿着 别的 有费地 都离着门的车 这个是我们的东西 不能用的木头电杆 靠福利 拼了命扛上小艇 带火部队激励士气 桃文茂市官长 也曾经在海岸来来回回 有一次两队一起出任务 他眼见前方行机败露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瞬间亮道让人 眼蒙心寒 我最后一次去 那命大 机关炮已经对着我们头顶上打过了 我们炮二十几截 人家的快速吃六十几 吃得快 吃得完了也完蛋了 以前我们老总统在的时候 我们每年都有特定人 你不去行吗 大家都去 你不去 军令如山 不去行吗 上面一直命令下来 点到明的就要上阵 今天是你 明天就换成我 明知道可能永远回不来 还是逼自己一步步 滑向未知的海峡 少一个也不行啊 少一个也讲 或者包括有好多 或者这样 这个人不能回来 为什么不能回来 你讲一不能回来 他讲二不回来 不对啊 这个脑袋是不是有问题啊 同伴死了 回来还要面对终成考核 身体上被操到极致 还得面对过了今天 可能没有明天的恐惧 被哀的时代 错乱的人生 他们只能把握当下 在我们这个单位啊 你每一到处都被去过 你每一到处都被困了 回来吃不开啊 你这姐们在探望大家 你这么大也没关系 别大事 到那些都市里我骂一顿 吃得好玩得好 大家都同意 大家不管的 唱电影不花心的 这种人 你每一车人物 不许你结婚 车的两个人物一车 你就找女孩子结婚了 你说的 我一个有任务就没车 你可以啊 你也结婚啊 有什么好的事情 你别人 你会发现 奇怪我怎么会当成这种病 而且我可能出了任务之后 我会牺牲我的生命 那我的家人呢 在那个时空里 是没有时间让你去想这些的 那有一段时期 海龙蛙兵大家都说 嚣张啊 喝酒啊 有一天当你接到任务之后 你就回不来了 那个心理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身上抗车奖 手榴灯挂胸膛 将尽那个胸部 上阵掌 今朝有酒 今朝醉 毕竟谁知道哪一天隔壁的铺位 会被清空 哪一天那个被俘虏的 或沉入海底的亡魂 会变成自己 哎呀 相亲的啊 相亲们同时啊 死死死死 到了这个县里 留后 学习两个人没回来 大事呢 春家哭 春队一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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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们去哭了 他哭了 马 跳进来马 闹着 实际时呢 那怎么办 那时候没有想 这想的也得晚上哭啊 春队一哭啊 没有婚约的这种啊 那怎么办 多久的事情就怎么办 当年不能掉的眼泪 五十年之后依旧酸楚 道德安摩哨 护送情报员的行动 极为机密 为了避免曝光 很多人根本没有留下记录 多年前陶氏馆长和彤辽 亲手盖了这本小小的忠烈词 祭拜补姓正文的弟兄 不到两坪的空间 供奉了三十多个简单的木头牌位 上头的字迹早已经模糊了 有些人还有照片 下方聊聊几行字 竟然就说完了他们的一声 在金门还是一线战地的时候 特殊部队总是要保持它的神秘性 所以个人资料都是机密 他也不会告诉你我从哪里来 他也不会告诉你我以后会去哪里 很多人出了任务就没有再回来 我们连他的骨灰都没有 你唯一能够看到了 数年来执行海上特种任务 就没有 没了 有二十几岁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是年名词都没有 原本就显为人知的秘密编制 和平之后更加速地被遗忘 小小的忠烈词 依旧静静地 处立在金门西边 他曾经见证了大时代的悲喜 如今仍然在等待着 偶尔燃起的一线新香 咬祭中魂 这个光芒是我们前辈的流血流汗 我们想要保留两栖营的传统 那这些流血流汗的前辈非常伟大 我们远远去不上 能够造成一线新香 脑发生了一矿新香 能够造成一线新香 到了一门新香